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历借题了 那这个是化简的部分 Xa四四方减b四四方来讲呢,你可以变成a加a平 前平方 应该是前加前平方减后平方得到前加后成前减后 那他的前是a平方,他的后是b平方 好,所以就会有这个两项 那这一个的话呢,后面这个你可以抽一个a 你就会得到a平方减b平方 原本可以在继续的英式分解,但是这么巧分子有 那你就直接约就好了 OK,所以这里约到完,剩下分母,剩下a 分子剩下a加b 那这个答案呢就是b,这个是正确的 OK 再来看这一题 分子这一边的抽一个x出来得到x乘x减y 这一个的话呢,得到前平方减后平方 3x加y3x减y 这一边的话呢,交叉成的那个 因素分解,你可以得到3x减2y x加x减y 看一下啊,这个3x平方 这个加4 这个是加2 这里是-2-3得到-5正确 OK,所以3x减2y呢可以约掉 x减y可以约掉 然后x也可以约掉 所以分母剩下一个7 分子剩下一个3x加2y OK,所以这个就是你的答案很好 这一边好像有点出错了 我看一下啊 那首先第1个左边的这个 分子可以因素分解变3x减3 x加1 应该不是问题 那这个分母的话呢,你可以抽x平方出来 还有一个x减3 过后呢,这里除法变成法上下颠倒 x平方减1呢,可以拆成x加1x减1,这个哪里来的 好像很奇怪,对不对 那这个的话呢,抽x出来就是剩下 变成x乘x减1 这一个哪里来的 有点奇怪,对不对 这里应该这个应该没有,这个应该没有 所以x减1约掉 x加1约掉 x减3约掉 然后还有一个x约掉 所以呢,剩下的是分母一个x 分母一个x 所以你的答案呢,应该是x分之一才对 OK 好 那这一题 我们进行通分 这个乘过去,我们写来讲呢,应该要这样子写哈 这里也是一样的,你必须要这样子写 给沉进去的话,x平方 xy加2xy xy加2xy 再加2y平方 这个沉进去x平方 -xy 原本是 原本是-xy 跟-2xy 但是你要付沉进去,就变成加加 好,所以这里呢,弄错了 所以减减变加,但是因为你的这个负的关系又要沉进去 所以这个应该是负了 所以这种情形要小心哈,尤其是这种减呢,后面整个还有一个挂胡相成 你最好是先展开了之后呢,再把那个负呢 放过去每一项 好,这个这一种情形呢,很多学生会弄弄困乱那个 增幅符号的 OK 所以 再来把这个除法变成把上下颠倒,这个应该不是大问题 so x加y呢,我们可以先约减 有吗 没有啊 还没有约啊 我先将写前标约 那这一步呢,会约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1加x平方减x平方去掉 xy加2xy加xy加2xy 其实会等于 1234566xy 啊过后一个是1加1减,其实y平方是没有的 OK so也就是说x呢,我们又可以再约了 x加y又可以再约了 这正确来讲 分子呢,应该剩下6y 分母呢,剩下x减y 啊,说两题都做错了 啊要小心啊 Izac要再加油了 OK,再来看这一题 unis 进行通分 OK,通分 加起来 那他把 减5 拉前去 那你就会得到x平方 减x 减6 分母直接去掉,不用去理他 其实要理吗 应该是要理的 为什么 因为 其实你要去掉没有问题了 不过过后呢,要 如果你去掉 你算到了之后 你要验算 啊 因为这个已经是蛮简单了,如果是我做的话,我会变成x加2 乘x减3 我就顺道把分母给 英式分解 就得到 x减6 x加1 哦,这样就没有影响 OK 这两个解没有错 OK 答案是boy 有一些学校的老师呢,就教说 我们 教学生的进行这个 叫什么 就是 分母的一直保留在那里 OK 像这种情形我不反对 像这种情形 你保留着 你就看 如果可以越减 你就越掉 因为那个呢,基本上呢 就不是答案来的 OK 说这题 不需要了 OK 再来看这一题 英式 他好像做 对调的工作 首先他把3拉过去变减3 他把这一项拉过来变减 这个负你不可以写上来的 非常错 前面跟上面有什么差别 如果你拉上去,你也必须要放挂弧 没有挂弧代表-2 加 X 如果有挂弧代表-2-X 差别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 把它放上去 -2 就要-X OK 但是你看这里又变成 很奇怪 -2-4 应该是得到-6 -6-X -6-X 我看一下是什么 我 我还有 好像还要 漏了一个呢,就是这个跟这个其实有差别的 差别在于差一个负 要吗呢 要吗你把这个对调回来,这里边见 变加 OK 这样的话呢你一通分 就得到 -X -X 加 4 4-2得到2 -X 又变对去了,你真的是很神奇的 这个再乘过去 -3 X加3 这个拉过来,这个拉过去 2 等于1 X等于二分之一 又对去了 真神奇的,前面两步是错的,后面就做对了 太厉害了 太幸运了 OK 这一题的话 我来做了 X平方加 X-3 -6 我先因事分解变成 X加3 X-2 好 那这个的话,我要变成X-2的话呢,我放一个负,在前面 没有就是说我抽一个负这样子的意思 过后呢,我们全部直接的来通分一下 这是2X-9 减去多少呢,减去这个X加3 给X加3成功了 分母就一样了,我们就可以去掉 所以2X-9-X-3等于0 也就是说X等于12 2-1 -9-3等于-12,然后去等到正式 OK 再看一下分母会不会等于0,不会 所以答案是1 第3题 第3题当然是1 OK 直接进行通分,因为这里是X加2 X-2 所以这个乘过去 这个X加2乘过来 这边剩分子 3 3X-6 -2 X-4 这个-2有记得乘 然后呢,3-2得到1 -10 这个拉 这个拉过来 -X 这个拉过去 5X等于-5 very good OK 没有问题 好,再看这一个呢,抽X出来 这个也抽X出来 这个是X加2 X-2 我们直接通分 X-4呢,就要乘以X-2 这个的话呢,就要乘以X加2 这个的话呢,就要乘以X就得到-2X Alright 这一边展开得到X平方减6X加8 这一边的话呢,这-2加1,所以是-X加2 负拉过去变加 -6加1得到-5X 8-2得到6 因式分解 -3-2 所以X-3 X-2 X-2 记得要验算 验算呢,会得到0的 分母得到0不行的 所以这个是真根 答案呢,只有X等于3 OK X-3 好,这题也是一样哦 要把3-X呢,变成X-3,抽一个负出来,放前面 非常好 就是这样子 通分 X乘上X加 所以这里会得到0看到吗 好 所以X等于-3呢,是真跟X等于8才是真正的解 记得一定要验算 OK,再来这一题 进行通分 前面进行通分 X-2 X-2 这个乘过去 3层 X-1 -2 乘上X-2 所以他还没有乘进去啊 然后呢,分子 哦,他把除法变成法上下颠倒 分母的话呢,你可以因此分解变成X-1 X加3 没问题 分母的话 分母的话呢 他是展开 他先展开 然后呢,再看一下因此分解 但是呢,如果我做啦 我会发现到25是5的平方 那他就会有前平方减后平方 也就是说我可以因此分解成前 加后 乘前 减后 也就是 X-7 -2-5 等于-7 加5 减2 等于加3 OK 就 当然你做到一样答案的 也是可以的 加3去掉 -1 去掉 X-7 也去掉 剩下 X加二分之一 非常好 OK 都只是说我提供了一个 比较 特殊的方法 要观察的出来,这里是前平方减后平方 25是5的平方 前平方减后平方得到前加后成前前后 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直接的因此分解了 再来看这一题 2X加3 X-3 如果我们进行通分 X-3拉过去 乘过去 X加3乘过来 然后呢,这里因此分解刚好也是2X加3 X-3 是吗 好像不是哦 好像有一个负哦 你看啊,这个乘这个得到2X平方 这里是负2X平方 所以我觉得这里应该是欠了一个负字 嗯 这个乘这个等于负9 但是这里是正9 所以你应该 这两 这个乘这个等于负6加3 负6加3等到负3 这里是正3 所以你应该是欠了一个负给他 OK 2乘上去 2X-6 2X平方加3X 然后这边是负9 OK 负9 负9 OK 2X平方 加5X-6 所以应该是 摆左边吧 这么是这样子的 2X平方 加5 5X 这个-9拉过来变加9 9-6得到加3 所以因此分解 得到2X加3 X加1 所以我们有 X等于负2分之3 这个好像是 好像是这个来的 所以是真跟 X等于负1 才是真正的解 OK 左边因此分解 X加2 X加1 分子的抽一个2 然后呢 这边分母 X 抽因此分解 变X加2 X-1 过后呢 通分 当然你可以通分 你也可以交叉 我个人是觉得分母跟分母其实可以越减 然后呢 X-1可以乘过来 好像也的确是他的一个做法 OK X加1乘过来 X-1乘过去 然后呢 他就直接 乘进去 千万要记得 X-2不要跃 如果你要跃的话呢 有一个做法就是跃掉了之后 X等于2呢会是一个解 如果你跃掉了你没有做这个步骤你就会少一个解就是X等于你会漏掉 OK 所以这一题 这样子做没有问题啦 然后乘进去 2X平方 减2加 减4等于减6 加4 X平方 减 X减2 这个拉过去 X平方 2-1得到X平方 -6 加1得到-5 4加2等于6 因此分解 减2-3 X等于2 X等于3 然后会不会造成分母等于0 不会 啊 说X等于2X等于3非常好 OK 再来这一题 直接交叉成 X乘以1-X -X -1乘以X加8 负乘进去减 X-8 X进去 X-X平方 这个拉过去 A 这个再拉回过来 X平方减2X 减8 减4 加2 对 X等于4 X等于2 要验算吗 验算了可以 所以X等于4 X等于2 very good 可以 没问题 OK 好 马可有没有做了 那我们来看下这一题 横等是ABC分别 的值为多少 那这个有这个A吗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们先要第1步呢 要先进行长出法 我们的 长出法呢 是这个 加4 减11 对吗 分母展开得到X平方 减3加2 等于减1 负3乘2 得到负6 所以这里乘1啊 1减1减6 减出来得到0 4减负1得到4加1 4加1得到5 -11加6得到负5 所以我们的A呢就会等于1了 A就等于1 加上 5X减5 然后呢 X减3 X加2 所以我们把后面呢 后面呢就是设成 X减3 分子A X减加2 分子B 然后呢这个是加1写在后面的哈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5 5X减5 等于A 乘上 X加2 加上B 乘上 X减3 然后呢我们带X 等于3的话 535 15 减5得到10 这个得到0 3加2得到5 5A 所以我们的A呢就等于10除以5得到2 X带带带负2的话 负2乘5得到负10 负10-5得到负15 这个得到0 这个得到负5B 然后呢 负负得正15除以5呢得到3 B得到3 也就是说 我的 解呢就会是1 加上X减3分子A 12 X减 X加2分子 B也就是3 什么的A呢是1 B是2 C是3 这题的答案是C OK 答案是C OK 再来这一题 银轩的做法 他展开 来展开的话呢就会得到这一个 所以他算到A是等于1 然后呢B呢 算到等于4 C算到等于6 三个加起来等于11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题我们有一招比较快 数的一个做法 因为他要找的不是A B 还有C 分开找 他要找的是A加B加C 这种情形你如果观察一下你的圆方程式 你会发现到 当我的 X 带2的话 我会得到什么我左是得到2平方 加上2乘以2加上3对不对 我的优势等于多少 2-1得到1 1的平方也还是1所以得到A 2-1得到1乘以B得到B 再加上C 224 224 加3 4加4等于8 8加3等于11 我直接找到A加B加C等于11 是不是比较快了 对我印象 我记得 这样子一个方法 我在 昨天 里科班那边 也是有类似这个提醒 不需要去找ABC 如果你去找ABC 你就比较慢 比较慢的话 啊 高中 我们的时间 就是啊 很多时候学生会不够时间做 就是因为 啊 这种有 容易的方法 有没有看到 啊 好 最后一题啦 我还有三分钟 我们来看一下 呃 这一题要找A 因为你只是要找A 我尽可能后面两个 要变0 也就是说我的 我带X等于-2 就可以了 啊 有所以 Jerome有观察出来 如果带X等于-2 -2的平方 加9乘 -2等于-18 -5 对吧 然后呢 -2 -3 得到-5 -2加4 那等于2 所以-5乘2等于-10A 过后这里 复复得 正 24 4 28 8-15得到-10 -10-5 得到-15 复复得正15 可以月掉一个5 OK 3除以2得到1.5 所以你的答案是C Very good OK 这题 这样子做 有没有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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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